邵先生家住杭州警方五区 房子在三层 是去年年底通过中介买的 单价三万九 邵先生说声音到了晚上会很明显 特别是北边厨房 就是这种直直直直的 然后跟空调的外机排风塞 以及这种电机 好像都跟这种声音有关的 保持高频率的这种一种发生 就高频率的这样 话筒收声不明显 但现场听咫咫声的确存在 邵先生说 开始他认为是周边邻居电器设备造成 可邻里之间也找过 好像并不存在 之后他反映到了物业和社区 还是没找到原因 他这种可能是通过墙体传播 我把主卧里面的门什么关了 他到一大晚上还都是问问问的声音 那这几天的话 我都是通过这种耳塞 就网上买了一个塞在耳朵里 这样就是晚上才能够把持正常的 一个这么一个修小 那从目前来看 我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楼上403一个203家里都去看过了 也听到有这种声音 那相比较的话 是上面的声音大 还是上面的声音大一点 就他家里是最大 社区工作人员吕先生告诉记者 他们也走访了周边住户 目前基本排除居民家中 电器使用噪音的可能 同时电力维修人员也上门查看过线路 并没有发现异常 我们下一步也要从底下地面去排查一下 看他是不是有地面这些水产的这个东西 或者设备在运行 邵先生家楼下一层是沿街商铺 有经营铝合金门窗制衣的 有蔬菜水果水产品销售 还有一家拉上了选择门 记者到营业中的店铺里挨个儿听了听 墙壁里也有这种声音 但相比楼上并没有那么明显 记者让经营户帮忙把相关电器设备都暂停后 又让邵先生听了听 但滋滋声还是存在 家本来是买过来是安定用的 结果现在我一回家就感到心情烦躁 我就是想嘛 因为可能就是借助你们这个媒体朋友这个力量嘛 就看一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社区方面表示 接下来也会联系水电工上门再检查检查 同时电视机前的您 如果知道这种滋滋声是怎么回事 也可以联系 0571-8800-1818 帮邵先生解决困扰 1818黄青眼七处报道 租车子 一个人 有一点 一整支